請 歡迎收看 《市民之地》 請請 實在有夠讚 壞街的美女特別來賓李冠宇 好 充滿愛的香腸蛋炒飯 實在有夠讚 謝謝 還有丁曉晴 好 來 蘇蘇蘇也會想到的麻辣素麵 實在有夠讚 各位 美食健康唱開動了 2 1 2 3 1 他學了那麼久 今天看到這兩位美女 這應該是不要怎麼搞 怎麼搞 怎麼大家都不吃飯 好帥 因為我看個去 不要帶我 帶他們兩個就好了 我也不是瘦了 怎麼瘦成這樣子 小心 你看他 今天兩位沒有吃飽沒有關係 來到我們節目 我們今天一定把你們餵得飽飽 吃到飽 今天都沒吃 沒錯 破出去了 真的 今天的很多好料等著你們大家 沒錯 像冠儀姐剛剛說的 香腸蛋炒飯 對 這是我之前的一個男朋友 他做的那個蛋炒飯 然後我最討厭的是 吃香腸 最討厭吃蛋炒飯 是 可是因為這個男朋友做的這個蛋炒飯 讓我每一個月 每天都說我要 我要吃蛋炒飯 你說什麼 兩個人不喜歡的東西 對不對 加起來夫婦就得正了 對 拿小琴 像我小琴剛剛說 做夢都會夢到的麻辣素麵是什麼 麻辣素麵 是我在日本有一個外國人介紹 因為那個時候我要吃素要摘芥 然後他就介紹有一家台灣的 建福餐廳的餐館 然後它裡面就有很多的素食料理 它那個麻辣麵味道就是 感覺還有五香的味道 口齒留香就對了 對 口齒留香 而且它也不會感覺像 有點像全素的 而且我每次到日本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吃到這個麻辣麵 那你就直接跟你麵廚師交往就好 因為 因為那個老闆變成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到底是好朋友嗎 到底是好朋友嗎 到底是好朋友 所以你看 老闆是女的 真的 所以你看就很簡單的 因為前陣子的報紙雙送 我們去日本 他是去吃麵的 他真的跑去日本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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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是他朋友 對啦 對啦 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對於美食 都有自己懷念的地方 對 今天我們的美食咕咕了 一定也讓你們吃到的人 吃到的 整集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好 好 請我們的美食咕咕了 這道乾鍋豬腳 可是台北豬腳街的冠軍名賽 充滿膠質的豬腳 配上辛香麻辣的四川做法 每一口吃起來 都是刺激的滿足喔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道菜值多少錢 你知道嗎 乾鍋豬腳 現在馬上請我們的 美食小甜食 上菜囉 完成了 好漂亮 是上天的 已經聞到味道了 是2010年台北豬腳街 第一名的菜色 給你看 精選有精湯的前腿 而且才用先炸後乳的方式 精湯的去除多餘的油脂 再用一年以上滷汁 而且十幾種的中藥 還有成年豆瓣 將提煉而成的老豆瓣 成功 這樣子的乾鍋豬腳 這道美食 你們覺得他要多少錢呢 第一組請顧家 388 高高 388 麻煩你再高一點 好 再高一點 399 各位399 在我們台灣的飲食餐飲裡面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文化 她是貨物女娃 399 399 麻煩你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好 流行女娃 420 還有420塊錢 流行女娃 終於開出一個合理的價錢了 420塊錢 我的天啊 麻煩 再高一點 還要高一點 430 430 420再加一點 變430 對 加了10塊 加了10塊 多了吧 各位大家會不會 430公司 再高一點點 差一點點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430 3 這價錢是滿特別的 我們本節目就是專門出 特別的價錢 330塊 再高一點 高一點 一點點 一點點 有請教主 435 435 不是這個價錢嗎 有請教主 435塊錢 兩塊錢怎麼可能 對啊 兩塊錢可以請兩塊錢 又是不差為恭喜他 恭喜他 好 天啊 好 真的 我們剛過的金獎 就是435塊錢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我在乎是那兩塊錢 我在乎那便宜不便宜 好 真的 冒煙的 腳吃多了 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對 皮膚好 真的 謝謝 好想吃 你看他的嘴唇 全部都是膠質 很香對不對 不要覺得有點麻辣味 那個素麵有沒有感覺很香 有一點 沒有 因為他很好奇化 真的 好軟料 這個 第一名 這是切腿 豬肉的切腿 好好吃的 今天我們東出來的第一道前菜 你覺得滿意嗎 小芹算是你 吃進很多美食 這樣子就對了 對不對 這樣子吃就對了 對 朱小芹我們把一個讚給他 好 好 來賓還有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緊接著還有更好吃的東西 好不好 接下來繼續我們的 有夠餐美食秀 有夠餐美食秀 我們是為了這個 有夠餐美食秀的這位廚師 他曾經入主世界餐飲最高 榮譽殿堂澳股市餐飲明天堂 是台灣第一位的台灣廚師 而且他曾經2008年奧運海峽兩岸 國際美食秀的金牌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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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兩年舉敗次 人數高達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 來賺我們今天的師傅 郭竹藝師傅 歡迎 郭竹藝人稱郭嘴塞 是入主料理界最高殿堂 澳股市名人堂的第一位台灣人 獨創的新派四川料理 令人散不絕口 他的拿手好菜就是創意四川料理 一 澳股市餐飲明人堂是什麼 對 它是華國藍代 一個更高階層的獎項 那今年我是第83位 前四年 你最年輕喔 對 師傅 今天要帶來什麼樣的美食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來做一個 今天的主食材有 生蒙大沙公 寧波年糕 麵粉 副食材有花椒 泡野山椒 香菜 爆香料有泡椒油 蔥段 蒜頭 泡漿 青辣椒 薑片 調味料有米酒 花椒油 辣煎鹿 糖 胡椒粉 這個螃蟹我們平常在超級市場 就買得到 今天要挑選的是什麼樣的螃蟹 我們今天挑選的是大沙公 還有大沙母 今天我們大沙公在挑選的話 有沒有看到現在這一隻呢 牠眼睛有沒有 托起來對不對 但是給牠動一下 有沒有 托回去 代表這隻蟹是非常的健康 還有 對 還有牠整個螃蟹 還有牠整個螃蟹 對 然後呢 從這邊 後面這一隻腳 還有後面的 用手去壓 最裡面那邊 牠硬不硬 硬不硬 好硬喔 對 代表這一隻螃蟹呢 牠的肉質非常的好 真的好硬喔 好 我們的食材 沙公的新鮮度 我們挑選好了 對 肉質也非常的好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 在家裡面呢 可能媽媽對有這個 這麼靈活的螃蟹要怎麼殺 對 害怕 你們知道嗎 害怕吧 就那樣反殺 每次廚房裡面都在跑殺 對 有的是用什麼筷子 直接抽進去對不對 對 但是你看起來好像非常的殘忍 對不對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師傅 把牠放在塑膠袋 你也把牠悶死 不是 那太殘忍了 你那太殘忍了 對 你要嘛也拿整頭來悶 喂 好 來 我教各位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一樣用塑膠袋 塑膠袋是不是 我要塑膠袋給牠悶死 不是 那太殘忍了 你那太殘忍了 對 好 來 我教各位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一樣用塑膠袋 對 但是 他像塑膠袋一樣的 我太憐憐了 不是一樣 搞得都哏 沒有 一樣是塑膠袋 但是不是把牠悶死 因為悶死牠悶不死的 把牠冷凍 把牠冷死 對 牠被動起來了 不會亂動 這樣子也方便媽媽在家裡處理 對 好 所以螃蟹每個人都很愛吃 牠的營養價值非常高 可是常常飲食有些忌諱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對 趕快來考考你們囉 好 請問 吃螃蟹的時候 不可以喝以下哪一種飲料 1 薑茶 2 熱茶 3 熱酒 三組請教答 冠儀 熱茶 為什麼 螃蟹不加酒怎麼好吃 對 螃蟹加酒 是吃雞才加酒嗎 對啊 因為雞加酒 喂 我都吃得太梗了 而且其實很快 該誰答 所以我答錯了嗎 我的冠儀答對了嗎 答對了 對 不可以了嗎 不可以了 誤打誤戰 先給冠儀翻一個 贊助 真的嗎 謝謝 來師傅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熱茶 對 我們茶水中裡面有螺酸 然後我們螃蟹裡面有蛋白質 它兩個碰在一起的話 會結成硬塊 會讓我們胃消化不良 然後會產生什麼呢 我們胃痛 或是嘔吐 餵吃力 好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師傅 好 現在整個螃蟹是不是這邊 有肉的部分 我們沾麵粉 去剪掉 對 沾麵粉 肉的部分就可以了 肉的部分就可以了 肉的部分就好 殼都不用 是不是跟麵粉有分嗎 不是有什麼低階 中筋麵粉就可以了 中筋麵粉 對 好 我們都把它裹上粉 對 我來跟大家補充一下好了 沙姆的話我們是吃 還有裡面的蟹膏 蟹膏 對 然後我們沙公是吃肉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這個時候 其實是蒸到時的時候 進入秋季 天氣冷的這個食節 都很適合吃海鮮 來 我們這邊呢 我們油溫了大概150度 好 師傅 我們的蟹肉要炸到幾分熟 炸到六分熟就可以了 六分 這是要怎麼看六分 可是要怎麼看 我完全看不到它在哪裡 那現在呢 我們只要看我們的金黃色 有沒有 其實我們要看到它前手的話 很好看 就是整個變成金黃色 師傅 比較乾一點 對 剛才妳講的時候 剛剛聲音有點那個 妳是叫我燙到很燙嗎 妳不要叫 我剛才看師傅說 那個其實是的 是 我看到 沒有 噴到妳那邊去 是 那個螃蟹好吵氣喔 它還活著 好啦 有我在這邊不用怕 師傅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妳跟它有點緊張的 沒有 它裡面有一點水 水會很高的 這個還好啦 妳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嚇死了 師傅 好險 那個油鍋沒有噴到我的臉 我靠臉吃飯的 喂 從來沒有人這樣講啊 對啊 好 老闆問一下師傅 剛剛它有一個很特殊的步驟 是沾麵粉 沒禮貌 為什麼不直接炸就好 我從來不知道螃蟹要沾麵粉 沾麵粉有很大的功效 真的 很大的功效 對 一定要沾麵粉 看起來好像有玄機 趕快問一下我們來賓 有學問了 有學問了 請問 在螃蟹塊的切口 所沾的麵粉 在油炸時會有什麼功用 一 精確地看出熟度 二 防止蟹塊中水分油爆 這一定不是聲音 對 你又要瘋住 你又要瘋住 瘋住肉汁 三組請下單 這也太緊張了吧 你對螃蟹有研究對不對 瘋住肉汁 是在動作 瘋住肉汁 好 好 先一雙抓八個 兩頭尖尖走來 一雙一雙一雙 三雙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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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住肉汁 瘋住肉汁 好 我問一下郭師傅 是不是 瘋住肉汁 答對了 我們才代聲大演得到一個 讚之 好 上面本來最主要是 把它裡面的甜份 把它瘋住 才不會流失掉 最主要是這個瘋住 好 請接下來呢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現在我們這邊要加一個 年糕 加一個年糕 我們直接也是大概150的高溫 用原來的油鍋 剛好有螃蟹的香味 對 吸滿了整個螃蟹的香味 師傅他不會爆吧 他不會 他不會 怎麼看呢 他有點起泡 他有點起泡 對 他如果起泡 趕快把它撈出來 衝脫泡 好 蓋瘋 好 各位 來 鏡頭來一下 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有點奇怪對不對 好 我現在立油 再來我們要開始來 炒螃蟹的料 對 螃蟹 怎麼炒呢 來 注意 我這邊有一個油 非常地重要 這什麼 辣油 辣油 這是辣油嗎 可是它很香 香油 它很香 泡椒油 在大陸那邊吃 四段吃了有一種泡椒 泡椒田基 對 然後用這個 還有油 下去提煉 提煉大概半個小時 呈現這個香味出來 用小火慢慢炒 來 我們來看這邊 我們這個油 直接給它倒進來 是否要先開火嗎 要先熱鍋嗎 要 不用 來 再來我們現在 開火 開什麼火 當然要開火才會熟 我知道要開火 怎麼火 小火 大火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你敬 開什麼火 你們吵什麼 我是說是什麼 什麼中火 小火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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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問清楚 對不起 好 再來蒜頭 誰下去爆香 整顆 整顆 去頭去尾 因為蒜頭等一下會炒到 變金黃色 把它整個香味咬進去 我幫那個婆婆媽媽們問一下 就是如果自己家裡 不會用那個油的話 可以用什麼油帶嗎 就可以 但是沒有像來得這麼香 來 看一下 再來我們再加薑 對 加薑 加薑 這個 蒜頭 還有蔥 直接進來爆香 小心 師傅 你今天是噴的 再來這邊讓它煙炒一下 我們再介紹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泡薑 還有泡薑 超市裡面都可以買得到 好 這個好香 好香 香味慢慢發香 酸辣味都出來了 有辣味 對 我進來聞到 泰式酸辣的那個味道 泰式酸辣 順順的流口水 這邊還有青辣椒 倒進來 青椒跟青辣椒不一樣 青辣椒 它沒有炒的話 它沒有香味 經過炒製過以後 它整個辣味香味會呈現上來 有 很辣 師傅 你在加什麼 你加什麼又是水 這個泡 什麼 野山椒 聞一下好了 來 我先把它關起來 泡野山椒 我看看 阿龐你可以吃一個 好多椒 吃一點看看 很辣 因為它有辣椒籽 這個辣的感覺很辣 辣還是酸 鹹辣 又鹹又辣 現在我們把它加了兩三個進來 好辣 很辣 師傅 這個辣椒非常的香 好 再來水把它加進來 加水加水 水 聞到這麼辣 我想到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會吃辣 真的 真的 因為我常常有小撇步 什麼樣的撇步 但是在小撇步之前 我先考考所有來賓 好 請問 如果吃到太辣的食物 用哪一種方式 可以有效的解辣 1 喝冰啤酒 2 喝水 3 喝汽水 3組請搶答 好 小芹 應該是 喝汽水 為什麼 喝到甜的 有氣的 才會解辣 無辣不換的地獄 3組請搶答 好 小芹 應該是 喝汽水 為什麼 喝到甜的 有氣的 才會解辣 師傅 小芹說 要有氣的甜的東西 甜的東西 請問 喝汽水 她答對了嗎 答對了 恭喜你 得到一個讚 謝謝 謝謝 辣椒為什麼會辣 是因為它有辣椒素的關係 所以你才會覺得辣 辣椒素不容於水 所以你喝水沒有用 像剛剛小芹說得很對 它甜度 然後有氣泡才可以解辣 喝汽水或是果汁都可以 是的 好 給你們參考 剛剛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師傅有加了東西進去 你剛剛有偷加什麼 來 不是偷加 兩大匙的米酒 還有糖 大概半糖匙 半糖匙的糖 再來我們這個胡椒粉 再四分之一進來 四分之一進來 都是辣的 辣椒 我都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裡面有什麼樣 辣鮮露 來 我們這個給它加一點 超市就有辣鮮露 你不相信對不對 上一口看看 又要喝辣鮮露 你感覺好像喝高粱一樣 這什麼回事 這個辣 這個辣也很辣 可是這個辣跟剛剛不一樣 是它很麻 對 很麻的辣 從12天就開始辣了 剛剛還有放一個東西 滿重要 來 這個新鮮的花椒粒 這個超棒的 對 這是一百一的電力的麻度 咬下去才是 兩百二的麻度 老大 你要不要試試看看 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也是很辣 你如果再拿我 我變五個八個 我快辣熟了 我螃蟹沒出到 我都在辣到快熟掉了 好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到底好了沒 你要自己吃吃看 我當然要吃 做廚師的人 一定每樣都要餐 真的 對 人家是勾比賽 對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放 而且這種東西 沒有放下去的話 只有不成霸王蟹 來 我懂了 無三不成禮 無秘密武器 我們叫辣椒霸王蟹 是的 對 我們把它掀開好了 來 不用考大家 沒有問題了 直接掀開 今天大放送 直接掀開 可以讓我們食物提升鮮度 還有它的辣度 到底是什麼呢 這是泡椒還是番茄啊 好像番茄 等一下這樣 把它加到裡面來 好浪漫 我們整個都把它加進去裡面來 這個椒我平常很少見耶 再來我們再加螃蟹整個進來 是不是這邊全部都下鍋 對 顏色變金黃色了耶 對 再來不要說我對阿龐不好 好辣 剛剛喝 算那麼多辣的 先試喝 我們要慰勞它一下 給了一點香 這樣有來個像樣的人 對不對 好康的我先試 對 你先喝 它的湯也是辣的耶 結果超辣的湯 應該是 它放很多辣 還沒有淹 我的天哪 那麼辣 其實還好 又酸又辣 那我們現在先把殼先把它拿出來一下 先把殼拿出來 收掉一些 收得快好了 我們再加一個 這個叫 花椒油現在給它進來 又辣 郭師傅對麻辣是講求層次的口感 對 所以它一步一步的都加了這些椒 好 現在我們這邊把它放到 砂鍋裡面來 砂鍋 天啊 天啊 這個滋滋聲 這個顏色漂亮 好吃 好 這邊我們再給它點了 點對上去 好 來 我們的香菜 再給它抓一把進去 好 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 香辣霸王餡 已經完成了 是的 恭喜我們的金小琪 獲得兩個讚可以享用 不好意思 各位 妳真的喜歡吃螃蟹嗎 很喜歡吃螃蟹 真的 對 妳這麼瘦 我不相信 而且我 她是挑這裡 妳挑大師 來行 對啊 吃螃蟹 她真的喜歡吃螃蟹 內行的 好厲害 真的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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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小琪有說 她很愛吃螃蟹 但是這個口味很特別 其實不會很辣 真的 然後我吃一下 她這個年糕 年糕厲害了 對 剛剛有炸過的年糕 而且是年糕 然後我要沾一點 沾一點她的湯汁 對 吃吃看看妳願什麼味道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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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年糕 這就是有一點辣 有一點麻辣 對 那個麻辣不會在這邊 不會在嘴唇上 它在哪裡 它在這邊 石道 對 然後麻辣 麻會麻這邊 等一下才會 大概過了大概20秒才會 對 所以我那個變粉嗎 對 老師妳講一下 碰住肉汁 對 肉絲 很好的是 肉絲要碰出來 我在上面 看到它的肉絲全部是這樣 真的超好吃的 就是很多層層 然後你也長很多 對 是這樣的辣椒 一層一層的慢慢的 也有這樣吃的 真的 這樣這樣 對 非常難度 我也很適合吃 因為它會熱熱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是不是我們也恭喜小琦 恭喜 我們今天我們小琦 一路吃到底 在這裡也頒獎 我們的十神獎盃給她 十神獎盃 歡迎 恭喜小琦 好興趣 在這邊我們也要謝謝 我們的郭師傅 謝謝 謝謝 希望以後公司不在來的時候 帶來新的創意 好不好 真的 謝謝 太棒了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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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盈達 周一句話 讓千萬不要發覺收看我們的 新兵